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5月8日凌晨在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女子担任十米台决赛中 全红蝉五个动作拿到四个单轮第一 最终以458.20分的高分战胜陈宇希夺冠成为本届赛事的双冠王 陈宇希则以438.90分获得亚军 两位中国选手强势包揽金银牌 全红蝉总分更是领先第三名英国选手超过100分 值得一提的是 全红蝉是真的射牛 和外国选手们相处得很不错 赛后全红蝉又一次跳到了闺蜜 英国同牌选手斯潘多里尼身上 结果身高马大的斯潘多里尼直接把小红给抱走了 在上一战西安战比赛中 小红就曾经在颁奖仪式后跳到了斯潘多里尼的身上 两人一起庆祝 而斯潘多里尼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多张与全红蝉的合照 并且用中文写道 闺蜜 而在这次的颁奖仪式结束之后 小红再次跳到了斯潘多里尼的身上成为了人形挂件 斯潘多里尼请英国队的工作人员帮忙拍照留念 来自异国的姐妹俩亲密合照十分有爱 两人还以各种不同的姿势摆拍十分欢乐 最后全红蝉和斯潘多里尼向着现场观众们挥手告别 英国大妞直接把小红给抱走了 让人忍俊不禁 在全红蝉夺冠之后 其主管教练陈若霖也是如释重负 在其社交媒体上更新了动态 用了一个胜利和一个开心的表情 来表达内心的喜悦之情 在女子双人十米台项目上 近年来全红蝉陈雨昕 垄断了所有国际赛事的冠军 在单人项目中 两人的对决常常是神仙打架 从2021年全国跳水冠军赛 到今年4月进行的跳水世界杯西安战 两人在单人项目中交手十次 各自获得五次胜利 不过从2022年开始 陈雨昕保持对全红蝉的四连胜 如果加上队内测试赛 全红蝉已连续六次输给陈雨昕 这对于全红蝉来说打击非常大 以至于在比赛结束后 曾有消息传出 全红蝉将要回省队训练 而全红蝉一系列失利的原因 有两方面 一方面全红蝉自从东京奥运会之后 就进入了身体发育阶段 这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 是一个非常难跨越的坎 所以在比赛中可以看出 全红蝉也在极力去适应身体上的变化 而另外一方面则是207C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可谓是跳水运动员的噩梦 需要运动员先克服心理上的恐惧 才能将动作发挥好 在前几次的比赛中 全红蝉都是因为这个动作 导致陈雨昕领先 本次赛事的预赛当中 全红蝉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 决赛第一轮 全红蝉与陈雨昕的动作都是107B 她上演水花消失数 得到87分的高分 陈雨昕的表现稍有不足 获得73.50分位列第二 第二轮 全红蝉与陈雨昕的动作均为407C 全红蝉的动作极尽完美 七位裁判给出5个10分 陈雨昕也发挥出色 从空中动作到入水都是高质量 第三轮进入自选动作的较量 全红蝉选择6243D 出色的完成动作继续领跑 陈雨昕的626C表现正常 依旧排名次席 第四轮 两人均选择207C 全红蝉这一跳表现完美 6名裁判打出10分 以367的总分继续排名第一 陈雨昕也表现不错 以342.90分的总分排在第二 最后一轮 两人的动作都是5253B 全红蝉高质量完成 拿下91.20分 以458.20分夺冠 陈雨昕这一跳 动作完成更到位 获得96分 以总分438.90分 获得亚军 单人决赛的5个动作中 全红蝉得到11个10分 而在此前的双人项目决赛中 全红蝉和陈雨昕 5个动作得到17个10分 两项决赛共得到28个10分 全红蝉的表现无与伦比 她也在陕西全运会之后 首次在单人项目中 击败陈雨昕 在近年的女子10米台比赛中 虽然全红蝉和陈雨昕 除了彼此之外 已经没有其他对手 但两人完全没有停止进步 反而在良性竞争中激发各自的潜能 如今 两人也把胜出的标准 提升到440分大关 陈雨昕在本节赛事的表现 不可谓不出色 决赛中得到的438.90分 已是她在正赛决赛中的第二高分 仅次于去年在柏林世界杯上跳出的449.85分 只是全红蝉的发挥几乎完美 完全进入自我挑战模式 不管对手表现怎样 她只专注于自己的每一跳 如果以440分这个高标准来判断两人的水平 那么全红蝉无疑处于领先位置 她是440加分的常客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决赛443.25分 2021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决赛440.85分 东京奥运会决赛466.20分 蒙特利尔战决赛458.20分 她三次在正赛决赛中跳出440分以上的分数 而陈雨昕只有一次 更难能可贵的是全红蝉善于把短板变为优势 她曾多次在207C这个动作上出现失误 如今却经常在该动作中拿到满分 通过这次比赛来看 全红蝉是彻底克服了心魔 其实她早已攻克和大幅完善了自己的这个动作 此前连续几次都是预赛成功 决赛失误 看来并非对于技术的把控问题 在这战比赛中 预赛全红蝉的207C有5位裁判给出了满分 决赛里又有6位裁判被彻底征服 她两次都拿到了99.00的满分 令人不可思议 状态正佳的全红蝉显然心情不错 在与陈雨昕拿到双人项目冠军后 她在颁奖台上的顽皮表现又收割了一批粉丝 面对镜头全红蝉扭动着身体 表情有点霸气又有点调皮 跳水冠军前辈李娜给全红蝉颁奖时 问她认不认识自己 全红蝉虽然没有认出对方 但机敏地表示 我肯定知道你是中国人 我请你吃饭 如今全红蝉才16岁 再参加至少三届奥运会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那时的全红蝉也不过才25岁 以目前全红蝉展现出的能力 完全有希望去超越她的教练 陈若林创造的奥运五金的成绩 在东京奥运会之后 中国跳水队将陈雨昕张家琪这对组合拆开 让全红蝉搭档陈雨昕 出战之后的女子双人十米台的比赛 这就不难理解 中国跳水队完全是在有意打造新的领军人物 而这位新的领军人物无疑就是全红蝉了 或许不久的将来 全红蝉会创造属于她的跳水新时代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